轮到于达远做报告的时候 他将夹克托了挂在椅背上 还板眼十足地捋了捋袖子 给人以精神干练 全力以赴的感觉 而于达远一开口 整个会场都被他中气充沛的 红猴亮嗓震荡了 原真不由头脑一震 打起了精神 饶有兴趣地盯着台上 毕竟 他是一只众人瞩目的海龟 他与官场培养出来的官员不一样 况且他做的报告就是他写的 他当然关心报告的实际效果 可是报告才开头 原真就有些失望了 他深思熟虑的那些句子 并没有从于达远罪里念出来 他读了几句话后 就完全抛开了稿子 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和想法 滔滔不绝地往下说 越说越兴奋 两只手轮流挥舞 星星点点的唾沫也随着喷溅出来 由于灯光的印照 那些唾沫台下的人看得很清楚 与会场的人异常安静 都看着他 原真不得不承认 他的话是赋予煽动力和感染力的 他的神态和气势 也很像电影里的街头革命家 直到报告完毕 原真发觉 他除了点到为止地 引用了他稿子里的数据 和一两个事例之外 再没有念过其中的一句 一股气 在原真的胸中膨胀 既然有本事做报告 不用稿子 那你还让我写作甚 可假惺惺的 夸我文笔作甚 你这不是故意作弄人吗 原真心中愤满 不再看台上 也不再听台上人的话 他低头翻着自己的包 以往逢开会 他都带上一本小说 或者杂志来看 可今天偏偏忘了 只好给同学和朋友 发发短信 消磨时光了 他掏出手机一看 却没有信号 他这才想起 会场上新装了一种 专门屏蔽手机信号的设备 他心里一横 干脆走了算了 他不想在这里 受这种精神煎熬了 他站起身 装出内疾的样子 于注目睽睽之下 穿过会场 然后走进了卫生间 方便之后 他就往旁一拐 从侧门出了会场 原真往大门口走 迎面遇上了五小路 姐 一桃会啊 就你眼前 我也不喜欢开会 这世界上呀 可能开会 是最无聊最难受的了 简直就是消耗生命 哎 到我办公室做的吗 算了 不浪费 吴处长的宝贵时间了 我晓得你忙 也好 我现在是比过去忙多了 等我消停下来 请你吃海鲜吧 原真点点头 扭声欲走 吴小璐又说 哎 姐啊 听秘书长说 他会给市委办系统 争取了两个提拔的指标 你的机会来了 你找找人吧 我也会帮你 敲敲饼鼓的 那些跟我无关 我也不舍我 原真不愿谈这个话题 跟吴小璐挥挥手 转身走出了门外 时间还早 到哪儿去呢 他不想回办公室 看郑爱民两片垮着的脸 更不想遭受他聊天语言的蹂躏 他也不想逛街 他对时装和美食都不太感兴趣 不 是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 他没地方可去 他想起了女儿 心里隐约作疼 眼睛也湿了 若不是时间不够 他真想找个出租车 直奔省城 去女儿那里 找他最后的安危 他在街头站了好一会儿 才打敌去了一家书店 在书架前 消磨掉了上午余下的时光 下午上班 袁真进办公室一看 郑爱民不在 他顿感一阵轻松 心情也好了许多 打开电脑上网看新闻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 是他常去的地方 看了一阵 他要点开新浪网的时候 吴大德在门外咳嗽一声 背着手走了进来 吴大德是从不单独 来看他这样的下属的下属的 他是领导 到哪里都有人陪同 要不就是他陪同更高的领导 袁真惊讶之余 给他倒了一杯水 不悲不亢地说 秘书长有什么指示 难道一定有指示才能来吗 吴大德用心地笑了笑 这也是很稀罕的景象 不过袁真看来 那是皮笑肉不笑 别有用意地笑 袁真心里提高了警戒级别 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你看 你离婚的事 我也是好久才知道 连个调解的机会都没有 是我高高在上 对你关心不够啊 我应当做检讨 吴大德四下飘飘 转向袁真 不过 我也要批评你 这么大的事情 要向领导汇报吧 我不会不管嘛 我的私事 没必要惊动领导 离婚对我来说是好事 再说 事情也过去这么久了 没必要再说的 吴大德在正安民的座位上坐下 手在扶手上轻轻拍打着 你啊 同志也是个好同志 为人正直清白 素质不低 就是脾气缺了点 也很清高 这次 我们追加了两个干部提拔的指标 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没想法 怎么没想法 应当有想法嘛 像你这样有能力 老资格的女同志 很难得 当人不让嘛 要勇挑中担 你可别傻 这可不是讲风格 比谦虚的时候 其实 上一次我就想推荐你的 无奈名额不够 实在没办法 这样吧 这一回 你的事就包在我身上 本部门的事 我还是可以说了算的 否则 我也白当这个长吻了 何况 这两个额外的指标 是我争取来的 只要我定了 就没人能竞争过你 今天 特意向你透个信 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啊 说完 吴大德就背着手 向门外走去 圆真压压嘴角 心里发出一声冷笑 他不会傻到 相信他的程度 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 他的真正用意 包裹在这一堆 言不由衷的官腔里 果然 吴大德刚到门口 又转过身来 忽然想到似的说 哎呀 无关我对你评价高 于书记 对你也挺欣赏的 几次对我提到 你文章写得有水平 我也向他多次介绍过你 你有一颗平常心 这很好 共产党的干部嘛 就是要当官不为官 当官 只是人民服务的手段 当然了 有一定的权利 也就有了一定 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所以啊 要当还是要 当争的 还是要争 比如这次党待会 新一届常委 就要搞差额选举 我也一不小心 就落选了呀 就算不在乎职务 面子上也过不去嘛 于书记领导能力强 所风泼了 我们一想谈得来 可以说是很相通的 他的呼声很高啊 但也不能大意 你可能要抽取搞会晤 你和于书记 关系又不错 方便的时候啊 你跟于书记还有别的同志 吹吹风 让大家的意愿 像我们这些开拓性领导倾斜 至于我这一票 肯定是要偷给于书记的 关键的时候啊 每一票都很重要 小看不大 其实我也可以直接跟他说的 不过你和他说可能效果更好 代表了民意嘛 当然了 你要说得婉转一点 艺术一点 至于你的事嘛 还是那句话 包在我身上 以后我们互相帮忙的时候 还多着呢 你认为 我和于书记的关系 不错到这种程度了吗 和书记关系好 是好事嘛 你最好不要派我搞会晤 为什么 我厌烦做你说的这些事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 你不要想差了 这是工作需要 你就不需要同志帮助 你就断定你一辈子不求人 怎么就经不起表扬呢 互相帮助 是同志之间应该的嘛 你好好想想吧 吴大德面色沉郁 板着脸走了 他竟然这样看待 他和于大远的关系 简直是小人之心 袁真气愤地坐在椅子上 就像被人兜头 泼了一盆脏水 浑身都不自在 他在电脑上 点了一支小提琴曲 让音乐 给他做了一阵心理按摩之后 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晚上 袁真一个人在家看电视 门铃响了 一开门 吴小璐笑得一脸灿烂 提着一袋水果走了进来 哟 你这个大忙人 还有空来我这里啊 我早就想来参观一下 你快乐的单身生活啦 说着 自己倒了一杯水 在沙发上坐下来 袁真注意了一下 他脸上的神情说 算了吧 我知道 你是来当说客的 到底是我的表姐 目光敏锐 冰雪聪明 哎 你怎么那样 跟秘书长说话呀 人家是一片好心 你这样 得罪了领导不说 搞得我都好没面子 他想把我当枪使 我才没那么傻 你不想当那只枪才傻呢 他不是答应这次提拔你吗 他可以拿你当枪使 你也可以拿他当枪使嘛 人家其实也是为你着想 什么当枪使啊 重其量是互相帮忙嘛 你不要替他辩护了 想利用我 没门 他暗示我去党代会上 替他吹风 这是非法活动 知道吗 我最起不过的 是他竟然那样 想象我和于书记的关系 认为我可以影响 于书记的态度 原真说着 脸都红了 你看看你气成这样子 别人认为你和于书记 关系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和于书记 是很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不是你们想象的 如果是别人想象的 那才好呢 是问你开窍了 进步了呗 你成了于书记的人 别人还敢小看你 提拔也不成问题了 好处多得很呢 再说了 你现在是单身女人 你有你追求的自由 于书记呢 与夫妻关系不好 听说正到离婚呢 你别说 你们还蛮般配的 就是成不了眷属 做个红颜知己 也不错呀 听完这话 原真狠狠地 打了吴小璐一下 什么话 越说越离谱 我是跟你指点迷接 你还不领情 吴小璐绝了绝嘴 我警告你啊 少跟吴大德搅在一起 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还嫌别人说你 说得不难听啊 哼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 说又怎么的 说明 我还有被人说的价值 说明别人忌妥 再说了 谁不背后被人说啊 谁又背后不说人 即使像纯洁正直 守身如玉的你 不也被人议论 原真书的警觉起来 议论我什么 还不就是说 你和于书记 关系不一般 要不有这样的 舆论导向 秘书长 也不会有请 你吹风的想法 依我看呀 你不如就顺水推舟 酒汤下面 秘书长哪里呢 先答应他 不行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你听我说完嘛 答不答应是一回事 做不做是另一回事嘛 先把提拔的事 解决了再说 哎 秘书长也是太紧张了 生怕自己落选 再找你说声 其实 有没有效果很难说的 你不利用他 白白浪费了 送上门的机会 至于秘书记那里 既然你们说 我和他好 那我就和他好 又怎么样 即使不是真好 我也做出好的样子来 其实 说你的人啊 都是酸葡萄心理 越约越试的人 多得是呢 你要这样想 说明你太不了解表姐了 哎 不是我不了解你 是我关心你 耐心耐烦地 做你的思想工作 让你开窍 我知道 官场的女人不义 你不棒个 有权势的男人 想一路顺风 做梦去吧 你以为 我真不在乎 别人的议论 哎 这是没办法 是现实逼得我 这样做的 再说了 你独身一人 也需要一个男人吧 反正 我是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做的 你呀 都什么时代了 难道 还想当真女啊 我并不想当真女 可我要尊严 你以为 只有你要尊严 我就不要尊严吗 要权没权 要钱没钱 要关系没关系 要人缘没人缘 你哪来的尊严 原真噎嘱了 吴小璐的话 像一块石头 耿在他心里 其实啊 你要做得很简单 就顺其自然好了 有时候 机会一来 你躲都躲不脱的 男人比你要 主动得多啊 至于秘书长那里 你明天给他打个电话 说句谢谢 秘书长的关心就行了 他会心灵神会的 你若连这个 都拉不下脸 我去帮你沟通也行 原真用力地摇了摇头 吴小璐顿时泄气了 长叹了一声 唉 看来 我一晚上的话 都白说了 吴小璐走后 原真犯了很久的呆 才上床睡觉 夜里他噩梦不断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 就又记不清 梦了些什么 他心里很不清爽 那种他习惯的 纯净心境 不知为什么 找不回来了 去机关石堂 吃早饭时 他看到了 于达远夫说解 他边走 边吃着一个馒头 从他对面走过来 他想避开 可已经来不及 于是 他绷起了脸 埋下了头 种出很匆忙的样子 与他擦肩而过 于达远 冲他微笑了一下 似乎想跟他打招呼 但他并没有理他 民主推荐会 在小会议室里举行 几乎所有与会的 科技干部的脸 都紧张而兴奋 当然 并不包括袁真 这一次 吴大德 对被推荐的人 在条件上 没有任何限定 只是在投票前 大谈 他对下属 政治前途的关心 以及 这次推荐名额的 来之不易 我毫不迟疑地 投了袁真 和我自己的票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得票是相当分散的 因为差不多 每个人 都要投自己一票 而且 越是有竞争力的人 往往得票越少 我并不太在意 自己的得票数 因为提拔 并不由他决定 说是一个参考 还不如说 是一个游戏环节 参不参考 如何参考 都由这个部门的 负责人 幕后决定 正如那句 顺口溜所说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投票结果 并没有公布 我理解这种做法 这样领导 就有较大的回旋语力 以往也没有公布过 只是 那结果 总会透露出来 给领导和被领导 都增加一些困扰 这一次的保密工作 却做得极好 投票过去三天了 也不见 有丁点的信息流传